今年啊 这个传业 好 请看文章的第一档谱 上车指数日线 日线的也是 它如果向下会有日线的增画 但体力比较小 所以重点是要看120分钟 今天MACD在低点的时候是翻绿的 然后到收盘的时候又没有了 日线要全能增画的话 最快的周四 所以日线呢 没什么好说的 重点看120分钟 120 对 第一波 注意时间啊 这个时间是比较长的 这波时间明显不够 明显不够 今天上午有一个反弹啊 今天上午有一个反弹呢 它最大的好处 至少它能够脱离 速度比较快 就是把这个速度降低了一点点啊 日线120分钟呢 我们昨天还说 这个速度如果要这样跌下去的话 像今天上午这个不安前的话 那这个速度就有点过快了吧 其实120分钟底部的结构就不好说 上车的时候一直没有可见结构 它这增画 增画 消失啊都是最小 那这一波 这个DF只在这儿啊 这一波如果速度不快的话 DF 很难大幅向下 那样的话呢 形成动画级别就会比较大 形成结构的概率就比较大 顿画的级别大 结构的概率就比较大 但是呢这个这一两天呢 还还是一关为主啊 大概率啊一关为主 然后有特殊的情况 我们再提前说啊 提前说 目前是从这儿为期的啊 120分钟前的 四浪 四浪 不是日线的啊 不是日线的 因为这个反弹很小 这个反弹很小 这个反弹无法判定是日线级别的反弹 四浪 没有日线级别的四浪反弹 怎么有日线级别的五浪提点 是吧 拔剑啊勇士 这个我原来没提言 你是给你脸的是吧 你谁叫拔剑啊勇士 你叫范剑啊勇士 这进行的重点就去看这个 上证指数的120分钟线即可 周线你现在看没用啊 周线也挺重要的啊 你到中收盘的时候 你看也可以 日线呢 明天肯定没有 后天不一定有 对吧 所以重点就是看一把二十分钟 那么上证指数就是重点看一把二十分钟 上证五零 重点是什么也不看 好吧 什么也不看 至于这个 这个问这个康博还有吗 我们原来做过多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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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解答 它是一个经历周期 周期 它非常的古老 它一直就存在 有地球的时候就有周期了 没有周期就没有生命 没有月亮的运动就没有潮汐 月亮就是有周期运动的 为什么叫月亮 不是因为它亮 是因为它一个月循环一次 好不好 它都不叫周亮 它都不叫日亮 它都不叫太阳 它叫月亮 所以没有周期 就没有潮汐 没有潮汐就没有生命 好吗 它比你古老多了 北京的山顶洞人还古老 它就是那么存在着的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 康博周期 对应的是极村循环 然后激芯周期 对应的是十瓦倍循环 它们的周期数是一样的 十瓦倍是天文周期 我不想再想了 还信不信 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指数要讲的不多 商量指数看120分钟线 商量指数暂时不看 其他的也不看 你就所有的注意力 看商量指数120分钟线就行了 这够简单不 那康博周期它分为 最小的周期 就是43个月的循环 就是激芯周期的循环 然后是诸葛拉周期 诸葛拉周期它是小 小诸葛拉周期 就是两个激芯周期 大的诸葛拉周期 就是三个激芯周期 一个激芯周期 43个月 大多数是 就是从平均的角度来讲 是回调17个月 上涨26个月 那么上涨指数 上两波上涨 一次是26个月 一次是23个月 但是回调 中间的那次回调 是10个月 那次10个月 它少于17个月 那这次它就多于17个月 怎么就不正常呢 对不对 大家讲讲 对不对 它肯定是 口水上的 正常的 那么 你除了 但是我们说 这个月份 它下跌了19个月之后 它这个月数 就已经超过 平均的17个月了 我们能够判定 收缩期进入到末期 对吧 咱们不说它结束 但收缩期 才进入到末期 但是末期 你必须得有个 10点作为拐点 把它拐上去吧 那拐点 我现在找不着啊 就这么个事吗 本来我们寄希望于 上的50 先能拐点 上的50 因为它太好了 是吧 周线动画 线结构 周线序列 日线结构 月线序列 各个方面都很好 贼菌 咱们这些贼拉菌 是吧 所以我这两天走的人挺不好 然后我们就放弃了它 别看它长得好看 但人挺不好 行不 我这么解释 你能理解了不 然后就等待下一次的拐点呗 下一次出现缺内境的时候 把这个收缩期 找一个拐点给它 game over 给它结束掉 行不 我这么讲 你能理解了不 有没有看播的 问这个问题的 你们还会在问这个问题吗 有没有看播 周期它是存在已久 当然我们所说的 就这几个循环 十二倍循环 那个 集存循环 还有几个循环 他们是跟太阳黑子的运动有关系 太阳黑子的运动有关系 所以它不是说 跟股市 说有股市 然后还有的循环 不是 没有股市它就有 那么股市为什么会遵循这个循环 股市是不是社会的一部分 自然界的一部分 你说那个需求的关系 跟周期有关系吗 你到冬天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煤 夏天的时候是不是需要空调 有的时候它就冷 有的时候它就热 有的时候 是吧 太阳黑子运动比较频繁的时候 它会产生飓风 它会影响收成 会影响人的行为 人的行为 太多了 这不意义说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漂亮的五年小媳妇 最后来了个10%的绿帽子 也很逗 今天有些人说什么来着 说入洞房突然打了电话 但是就是说这个人就问康哥康波还有没有 然后我们至少解释一遍 那个拔戒亚勇士说什么来着 康波就什么一个话表什么那个 像这样的吧 我就直接戒严了三次 上一次把这拔戒亚勇士 我已经怼你了半天 然后没有戒严你 你说你是不是吃到了撑呢 所以我说你犯戒亚勇士 你不是拔戒亚勇士 还有什么问题吗 周期是中国人提出来的 不是 周期它是有很多国家的周期 我们的周期大家都知道就是农历 农历周期 那么其实对于咱们的软件里 天使板里有一个24节气 那个就是农历周期 农历周期 然后我们现在用的太阳太远 那个功力 它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周期 实际上不是我们的周期 太阳不一样 太阳不一样 我们之前用的是农历 农历 农历还有润月 对吧 还有润月 就是从农历的角度来讲 一年一个月30天 那一年有360天 然后工历一年365天 那年365天 按农历它不就多出5天了 然后5、6天 然后就开始润月 哪个几年润月 所以我们在讲 那个玛雅文化的时候 它们是26个月 对吧 它们是26个月 每个月是20天 当然它们已经精确的计算到 太阳公转一年 是365点小数点 我们还有数字了 对吧 但是它还是采用26个月 作为一种习俗 或者叫级别 那么就有人说 它们的玛雅文化的星球 母星不是地球 母星不是地球 就是它把地球算得那么明白 然后它还采用26个月 每个月20天 所以每个国家都会有 这个周期都是一样的 都是有的 一样 但是起点不同 对呀 起点不同 你比方说 A股 A股它的起点 然后呢 澳大利亚股市的起点 就是这个机型周期的起点 不一样 扩张期的走 扩张期不一样 这个也很好理解 地域不同 地域不同 这个国家的文化也不同 所以它不会是同一起点 才能理解吧 你不是说我们这边 机型周期到底了 那边机型周期也到底了 不是这样的 澳大利亚在南半球 对吧 我们在北半球 它们热的时候 我们冷的时候 它们热 这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但是呢 就是说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不管它的 就是都一样 就是它的周期数 都一样 你比方说 我们的机型周期是43个月 平均啊 美国的机型周期 它也是43个月 澳大利亚的机型周期 它也是43个月 只不过呢 各个国家的起点不一样 大家从起点 到下一个起点是43个月 平均啊 43个月 好吧 三个时间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忽生360分钟 90分钟 120分钟 要是结果前程了 考不考虑 大家注意啊 就是上一次我们不是 这个上阵五的啊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它的 它的 它的那个 那个 那个 确定性啊 就是 呃 几年以 几年以 你看那种60分钟 90分钟的 第一年呢 会遇到好多次 那如果 一年遇到好多次 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 其他的指数呢 那上次指数就行了呀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就上阵五人上次那个是几年遇遇的 你看周线底部结构三年遇遇 月线底部序列六年遇遇 然后三年遇遇的再碰上六年遇遇的 你们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就这个人 是吧 呵呵 有点 有点傻了 有点坏了 这个人 这个 呃 被雷劈了一次 然后呢 起来了之后 没走几步 又被劈一次 我这么举例你们能理解吗 三年一小雷 咔嚓给他劈中了 没劈 没劈 劈来了之后 走几步 六年一大雷又劈 又劈到他这张了 所以呢就是说 他这个三年和六年的这两个同时出现同一时间节点 那个确定性是非常好的 而且也出现降速 当时我就觉得这跑不了了 基本上就五年就跌到这就结束了对吧 我当时还觉得成功率非常高的啊 成功率非常高的 这确定性特别好 这是很少见的那种确定性 大家知道吗 很少见的那种确定性 但是呢 这个嗯 我还是把这个下跌呢 就类似于啊 月线的低久会往后延一个月 也代表我们做好 9月份和10月份都走弱的这个可能性 恶势的可能性 当然现在目前也是这么走的 它也是符合我们最开始的那个 走弱的这个判断 但问题的关键不在这 问题的关键就是 如果它是一个下跌的末期 那纵化不应该消失 就是它这个钝化 它在9月份10月份走弱的时候 钝化不消失 可是呢 现在目前日线结构消失了 然后呢 我们说了一个止损点 那个止损点 按理说呢 就是说如果它走入 动化不消失的情况下 这止损点并且跌了 那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加速 速度又快 然后我们昨天还跟大家说 我说20个月 20个周啊 20周 那么跌了多少 123求4 得出来的这个结论 昨天已经到了 对吧 123求4的位置 它已经到了 但是它只用了16周 说明这波的速度 比上波的速度更快了 然后急跌 所有结构 都干掉 那没有结构 你怎么判定它是转点 没有没有结构 把结构动化都跌消失了 短期之内 不会再出现结构的情况下 又跌穿了止损位 你凭什么不卖出 这是昨天的逻辑 就是我们做任何的交易 都是要有严格的逻辑的 但是并不否定 当时我们判定 那个地方的确定性好 并不否定 这不是说啊 它跌了那个地方 它确定性就不好 不是那个逻辑啊 你判断的时候 它是有判定的标准的 对吧 周线序列 周线结构 月线序列 你就把上阵五零 打开历史上 你见过几次 你能见到几次 好 还有什么问题吗 五零动化周线又动化 对 五零周线动化 容易消失啊 你看它的速度 你计算一下 你就知道了 对 急跌不超级啊 我们每一次急跌都不超级 但这一波 我们前两天 对于市场的判断啊 当时上阵指数 是在中间的位置 向上突破趋势 向下形成结构 但是呢 这个五零 当时是低的低位 海天一色的顿化 主要 海天一色的顿化 和海天一色的结构 还不一样 不是所有的顿化 都会形成结构 你看现在 就基本上海天没色了 顿化就消失了 那么 只有一种情况 会出现 我们原来买的四成仓 不用卖 然后它可以继续加仓 什么呢 就是大房谷不跌了 小房谷跌 就反过来了 是吧 小房谷没怎么跌 大房谷一顿跌 那这个时候呢 就基本上 得出来的结论 就是空仓了 要空仓了 那么上阵指数 并不代表 纯小房谷 上阵指数比较适中 它既不偏大 也不偏小 所以呢 如果上阵指数 再次出现 动化的时候 出现结构 出现买点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只配置小房谷 这一点不要 这个点不要误会 就尽可能还要均衡配置 我们 就是我上一次也发现 这个 就是也知道了一个 不是发现 是知道了一个 配置的不均衡 就是偏大房谷一遍 因为只有大房谷出现 是吧 三年一批 六年一批的 雷级低点 那小房谷没有啊 我也想买啊 也没有啊 对吧 所以说我们 大房谷 大房谷布置了 四厂厂 并且这四厂厂 本来是一个大的布局 对吧 也跟大家讲了 这个构思的问题 那么这个 不管怎么样 那么它到了置身边 那这个时候 要服从交易器 做到止损用上水 我们不管怎么看好 三年六年雷梯的低点 那这种 我们也要设置置置置身边 好吧 未来也是啊 不管在任何位置 任何时候 我们也要设置置置身边 研究的都是概率 是概率就不可能 每次都对 嗯 你说的对 我们只是概率研究啊 但是概率研究 它有效 它不主观 这今年其实 亏的最多的人 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 就是不服 对吧 你航行跌了 跌了之后不服 我就跟航行服科 那科到现在基本都服 所以呢 我们很汉好 但是好像跌了 好吧 我服了 出来呗 我服你了 创站五零 你说老大 你说的算 又想起来聊 聊说 人的情绪 悲观的情绪 有以下几种 第一 梗了 就是市场太坏了 股市太坏了 我不玩了 对吧 不仅是不玩了 有跳楼的 梗了 市场太坏了 聊他在说那段的时候 还举了个例子 他说屈原就是根了 屈原就是政府太坏了 然后呢 这个 我前两天看大庭王朝的时候 看到了他 屈原看到了屈原 他好像 在大庭王朝里叫米原 当政不恶的一个人 政治报复 没有 就是没有得到体现 然后呢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过的动物节 屈原吧 那当聊说的呢 就是 就是他 他选择的那条路就是 政治环境太差 我梗了 股市太差 梗了 第二种是颠了 颠了呢 就是 不玩了 跑路了 是吧 跑路了 颠了 股市太差了 我不玩了 我认识 先说了 第三种是怂了 怂了 是吧 我们就是怂了 我们就是怂了 股灵下跌到九首线了 那好 你一列 打不过你 打不过你 我们先出来 怂了 认怂 不跟你认识 怂了 好吧 但是呢 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悲观 对吧 不是特别的悲观 因为我们 还会再进去 还会再进去 但是 我们每一次的进去 我们每一次的买入 绝没有开着脑门 想买就买 没有 都是符合 严格的一系列的标准 很系统的 好吧 还有一个 我没记住啊 李奥其实当时说了四个形容词啊 一个是梗了 一个是颠了 一个是怂了 还有一个 我忘了啊 忘了是什么 还有什么问题吗 请问 这次康博的起点是四月份还是十月份 有可能哪个月都不是 有可能是十一 有可能是十二 有可能是明年的一月份 你非让我在这两个里选择 对不起 我不选 你凭什么非让我在这个里的选 你是销售员啊 很多销售员就是 就问客户 你是上午来交钱 还是下午来交钱 客户说 我没决定交钱呢 你为何非让我做选择题呢 对啊 目前来看呢 就这两个月份都不是的 概率比较大 四月份也不是 十月份也不是 概率比较大 你现在你看跌速这么快 十月份就剩最后几天了 你觉得会在这住地吗 你认为不在这住地吗 好上升五零不在这住地 上升指数 现在目前只是个120分钟的底部的 五浪 如果要走的话是120分钟的五浪 那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住地吗 所以这两个 这么看过去呢 都不太像是住地了 都不太像是住地 因此呢 这两个月份可能都不迟了 都不迟 但是呢 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跌 十九个月了 还是八十 咱们已经跌了十九个月了 十九个月的下跌 中国股市历史上也很少跌 很少跌啊 十九个月的下跌 当然有阴跌的时候 跌的时间比较长 就是 但是中间 没有像样的反弹的这种下跌 是很少跌的 那么从收作期的角度来讲 如果已经十九个月了 它不会时间特别长 所以我们可以判定它是末期 但是末期 就是我们判定一个底部的区域 这个时候是需要 在区域当中找到一个点了 区域是一片 一片的思维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找到一个点 这个叫做定点思维 也叫做定量 数字化定量 对吧 那我们之前找了一个点 那个点不对 对吧 这个点倍漂亮 倍带近 武林长得贼拉帅 但是人们不好 最近人们不好 我们就先出来 然后再找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可能没有上次漂亮 那么在众多的 迈娃尔里岛的行情底点当中 找到一个项目漂亮 怎么讲 可不可以 好 不多讲了 16点04分 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 谢谢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